積極力設計 在這學期裡面的主要重點在於說 上學期所學的一些分析的方法 在這學期可不可以把它用在實際的系統設計上頭 我會從 Relative Stability 開始交集 相對的穩定度 Nyquist 比 Lulocas 好的地方 是他可以強調一個叫做 Relative Stability 所以我們上學期在學期末就有提到說 如果 Nyquist 放上去的話 我們可以允許最大的 Delay Time 多少 那這個 Delay Time 就是一般你 Lulocas 分析不出來 要透過 Nyquist 分析 Delay Time 只是 Relative Stability 的一個參數而已 所以我們這學期會從 Relative Stability 這邊開始說起 設計控制系統的話是在第九章教各位 那我再跟各位強調一下 既然叫做設計 他就一定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 就是郭先生他會提供你一個設計的方法 其實同樣的控制系統 Franklin、Dolf 他們這些 都有提出一些對應的方法 都差不多了 但是每個人講法不太一樣 那對各位來說 你可以先學人家設計的方式 那如果有題目給你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設計 我們沒有侷限說一定要用課本的方式 設計是一個藝術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做 都沒有關係 那到了第十章的話 是叫做State Valuable Analysis 第十章這個部分 在郭先生以前的舊版裡面 他是放在第五章 也就是他按照順序來 再來再講State Space 這些都是 Linear Algebra 所以如果你大一的Linear Algebra 像什麼Rank Igon Value Similarity Transform 這些已經有點忘記的話 可能要趕快拿出來看一看 那我們在這裡講的時候 除了大一的時候講的那些工具以外 我們會把每一個 比如Igon Value的物理意義 Igon Vector的物理意義 再控制系統的物理意義 Igon Value在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物理意義 那甚至說他對 Similarity Transform 為什麼需要一個Similarity Transform 在控制系統上來講 它代表的物理意義是什麼東西 所以在這裡 我們不會單純只是講 以前線線代數的一些轉換 線線代數對各位來講 大一的Linear Algebra 轉來轉去轉來 各位都運投轉向的 而且你的印象中 一定是線線代數 一開始就是先定義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不會 我也在講什麼定義跟定理 我會講它的物理意義是什麼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State Valuable 那為什麼要放在第十章裡面 因為前面放在那個前面的時候 因為郭先生畢竟他講的 Control System 用的東西還是 矩陣的部分其實不多 他是到了這個部分 用的矩陣比較多 那為什麼要這樣分呢 在控制的歷史上面 當用State Equation 來描述系統的時候 那時候的控制 我們稱叫Lamarton Control 就是叫做現代控制 那不用矩陣表示的那種控制 我們稱叫做Classical Control Classical Control 我們不會叫做什麼 舊的控制不會 我們會給它很漂亮的名字 叫做古典控制 所以提出一個State Space 在控制來講 是一個分水嶺 有了矩陣的方式去描述 控制裡面的像什麼 Robust Control H-Infinity Control 還有一些 Ultimate Control 這些這些控制 都Based on State Valuable 所以State Valuable 過去以後 這個以後是控制了一個新的領域 但是State Space 跟我們學的Classical Control 其實是一體兩面的 我們上學期也有教過各位 怎麼畫那個Block Diagram 從Differential Equation 去畫那個Block Diagram 然後也有從State Space的方式 去畫Block Diagram 那在這個第四章裡面 我們會講很多 就我們一般都講 Controller Design 所以我們會從矩陣的觀點來看 還有從Igon Value的觀點來看 Controller Design的一個方式 但是我們在控制系統上面 會碰到一些狀況 這個叫做State State的話簡單講 對一個馬達來講 比較常用的State 大概是它的轉速 或者它的轉子的Position 一般的Position跟State 跟Velocity 或是Exceleration 這個是比較常見的一些State 所以說對物理系統來說的話 那如果是對電的系統來講 那不外乎一些電壓電流 那不外乎這些東西 但是很可能 我們在食物上面 會碰到一個狀況 是這樣的 就比如說我做一個馬達 馬達的話 我要做速度控制 但是那很可能各位 因為經費的關係 所以你買到那顆馬達的話 是它沒有速度回收 但是你又希望 有一個速度回收 你的Controller上面 有一個速度回收 結果速度回收 當然要 feedback 要 feedback 一個速度 但食物上面 可能你的速度是抓不到 也就是說 在食物上面 可能會有些State 是抓不到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這邊 也會介紹一個 心理的觀念 不叫做Controller 是我們Controller Design 需要的一些 parameter 如果找不到的時候 我必須去估計它 所以我們這叫Observer 所以我們在這張裡面 會談到Controller 還會提到Observer Observer 是在協助Controller 在一些Special狀況 因為真正的環境 跟我們在書上面 學的是不一樣的 書上面都會講說 這個有那個有 但食物上面根本就沒有這些東西 或者你必須靠一些技巧 把這些東西拿到 最簡單 我們上學期所學到的 控制系統裡面 都會有個G of S Open Loop Transfer Function 都會有這個wire 但是實際上 你在真正去做控制系統的時候 這個Open Loop Transfer Function 不一定會有給你 比如Open Loop Open Loop最常見的就是馬達 我找了一顆馬達 但是如果你到電量行 去跟老闆買一顆馬達 請他付那個傳送方式參數給你 他會覺得你應該瘋了 因為他根本沒聽過這個字眼 對他來講 就是買你一顆馬達 只要你250塊錢 不要要求太多 所以你拿到馬達以後 你怎麼去把那些參數 把identify出來 所以在控制系統裡面 還有一個叫做System Identification 這個我們本來過去三年裡面 在創意專輯裡面 都有教各位 怎麼去做System Identification 但是那個也拿掉了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你再來找我 因為System Identification 在控制裡面 就是單獨一門客 所以我們這邊簡單的review一下 我們過去到底 學了一些什麼東西 如果你這學期 你還要繼續修的話 最好把這些觀念 弄清楚一下 第一個是Pole Zero Location 跟它的一些effects 這個我記得我在上學期講義裡面 有一個部分 單獨在講Pole跟Zero的影響 我單獨去講Pole跟Zero的影響 所以這邊你要去把它弄清楚一下 那戰態響應 在戰態響應裡面 在Pole跟Zero 到底哪一個會影響戰態 所以你要去思考一下 Pole的位置 應該說是Pole的位置 Pole的位置 會跟戰態是有強烈的關聯在一起 那Zero 各位也知道Zero 它會把Pole給吸過來 那Pole是吸Close-Roe-Pole 不是吸Open-Roe-Pole Open-Roe-Pole 一旦選好 Open-Roe-Pole跟Zero 是不會動的 但是Close-Roe-Pole 是會透過Feedback去改變的 如果Feedback Feedback不能改變 那你幹嘛做一個Close-Roe-Pole Open-Roe-Pole跟Zero 都不能動 不能動就不能動 所以你是透過Feedback去改變 改變到 是要改變它的戰態響應 跟它的穩態響應 所以戰態響應 跟那個Pole有很大的關係 Feedback 會影響是Open-Roe-Pole 或是Close-Roe-Pole 是哪一個會被Feedback的影響 那同樣的問題 如果問題是Zero的話 透過Feedback 可不可以影響Zero 是Open-Roe-Pole 還是Close-Roe-Pole 這個問題也各位去思考一下下 這我們上學期都有教過 那對各位來講說 也許你去思考完 因為我這裡沒有給你答案 因為我認為說 你已經知道這些東西了 好 那Roe-Locos 還有Rose-Criterium 還有Time-Domain 還有Ninecraft-Project 這中間互相事件的關聯性 他們不是只講一個Stability Stability 最簡單當然是Rose-Criterium 因為他是講Stability 其他每個部分都會跟Stability有關 但是他不只Stability 他也強調你其他的東西告訴你 所以他不只是Stability的分析而已 在這裡面其實最簡單當然是Rose-Criterium 他們有太多的一個公式 但是他提供的資訊也是最少的 那各位知道說 Time-Domain的Spec Time-Domain有很多什麼爬升的時間 穩定的時間 那這些時間都會跟Close-Role-Pole的位置是有關的 Close-Role-Pole的位置最清楚當然是Rose-Rose-Rose 但是Rose-Rose沒辦法提供你頻率響應的結果 所以這些人來講 互相都有一些優點跟缺點 並不是說各位只要學一樣就好了 如果學一樣那教一樣就可以了 不是 是每一樣都要放在一起 Criticalry-Domain 跟 Marginally Stable 這個代表什麼樣的意思 這個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 為什麼叫做 Marginally Stable Marginally Stable 算是 Stable 還算是 Unstable Steady-State Error 是我們控制系統裡面 最基本要求的一個規格 這 Time Domain Spec 我底下一個系統 我希望 Input 送進去 可以達到我的 output 到底有沒有達到 所以叫做 Steady-State Error 這個對我們來講 我當然希望它越小越好 最好是零 如果這個都達不到 你說你把站台做得很好 但你站台做得很好 結果最後 Steady-State Error 根本達不到你的目標 那是沒有人要的 所以這一定是第一步 你要先達到 Steady-State Error 是 趨近於零 或是 As Minimum As Possible 這裡為什麼講 Time Domain 的時候 第一個先講 Steady-State Error 是怎麼去做分析的 所以那時候會有 Type 0 Type 1 Type 2 Type 3 這樣的一個觀念會跑出來 好 所以這裡會有 System Type 跟 Stability 那 Game Margin 跟 Face Margin 是我們這學期開始 就是要講 Relative Stability 的時候 開始要講到這個只有 Nyquist 可以提供 其他人沒有辦法提供出來 那後來我們當然在下一張樓 我們接著要去談的就是 Controller 的 Realization 那我們的 Controller Design 的話 一般的 Analog 的部分都是用 OPM 就是用 OPM 來設計我們的 Controller 那現在設計 Controller 部分也會用 Digital Controller 也就是我把控制系統用數位的方式去 Realize Digital 這個部分用的是需要一個 Embedded System 一般來講 Embedded System 有兩種 如果你是比較簡單的馬達控制的話 一般大概就用 MCU MCU 就是你學的 8051 啦 類似這樣 那現在 MCU 功能已經比傳統上 8051 已經強化非常非常多了啦 AMM 他們就出了一系列叫 M 系列 AMM 的話 各位現在常常用的一些手機 什麼樣的 AMM 的平台 AMM 的現在 Cortex 系列分 A 系列跟 M 系列啦 那 A 系列大概都是各位的手機 比較高階的 那 M 系列就 MCU 系列的 它叫 Micro Controller 那這個 Micro Controller 現在一般 Performance 也都非常非常厲害了 比 8051 已經強的非常非常多了 而且價格不一定比 8051 貴 因為它量大嘛 那 8051 應該是說它應該是慢慢要走進歷史的舞台了啦 這是在我們那個年紀的時候 它是引領風騷很重要的一個單晶片的一個系統 但是自從 AMM 出來又慢慢的用 RISC 的方式架構 去設計這個 Computer 的時候 8051 慢慢的走出世界的舞台出來 現在用的最多的大概都是 MCU 系列啦 AMM 是其中的一種 那 AMM 如果嫌貴 還有其他便宜的系列的東西 那個是用那個 Design 的 Digital Controller 那所以我們 系上其實以前也有開一門課叫做數位控制啦 但是因為很多老師都退休了 這門課慢慢的開不出來啦 數位控制跟我現在學的類比控制 兩個基本上用的觀念是完全一樣的 只是怎麼樣 我們在分析的時候是用 S Domain 我們拿 Plus Domain 去分析 所以用 S Domain 去分析 在 Digital Controller 裡面用的是 Z Domain 去分析 那 S 跟 Z 實在是可以透過轉換就轉過去了 所以這邊所有的觀念在 Digital Controller 裡面其實重新都是一樣的 你會學到 Steady, Steady, Error 什麼通通都有 只是 Realize 的時候 去 Realize 這個 Controller 的時候 不再是用 OPM 而是用 Digital Controller 的 就是用數位的方式去做 如果你有修那個 DSP 的話 DSP 一開始會跟你講說 因為外界的訊號都是 Analog 嘛 我再說一遍 我們所處的環境裡頭 所有的訊號全部都是 Analog Digital 是人為的東西 Digital 是一個人為的東西 因為我為了要複製時間 我為了速度快時間 我台性大姐 所以我必須把它數位化 所以傳統的類比的訊號 要讓數位控制器可以用的話 要先經過一個 A to D 這各位都學過了 馬達它不是數位的 馬達是類比的東西 所以當你把你控制器決定好 你要驅動馬達的不同轉速的時候 如果你要用數位控制器 你要經過一個 D 圖位把它轉換出來 所以就是說前面有個 A to D 後面一個 D 圖位 中間的部分就是數位控制器做的事情 如果你修過 DSP DXP 就高度於從 A to D 的輸入端 一直到 D to A 的輸入端 這一套東西 就多一點就是類比的控制器 只是中間我可以用數位控制器去完成 如果你修過 DSP 就會有這樣子的 Sense 如果你沒有這樣子的 Sense 也沒關係啦 你現在正在看著那個人 他有錄了一套錄影帶 在那個學校裡面應該有 所以你可以到學校去看一下 那個 DSP 的錄影帶 那邊如果有一些介紹在上流 當然最簡單的問我是比較快一點 所以這邊強調一下說 我們這門課教你的是一個 Analog 的一個 Controller 所以 OPM 去做 那現在如果用 Digital 做的話 所以很多人那個 Digital Controller 的做法 就是很多人他沒有學過控制嘛 所以他們一旦要把公司原先的這個類比的控制器 換成數位控制器 他怎麼做他就把類比控制器裡面的 Transp 方形 透過 DSP 裡面的方式 把 X-Domain 直接換成 Z-Domain 直接跳過去就做了 做到效果會有點不太一樣啦 所以我跟你講說其實數位控制器跟類比控制器 其實用的觀念是完全一樣的觀念 中間唯一不一樣就是這個數位跟類比的轉換 如果你修過 DSP 的話 你知道這個轉換用的是兩個 一個是 Impulse Invarian Transpone 直接用程式去把它寫出來 所以這裡我們要注意的就是 要把這個系統的 Specs 變成 Close Loop 它的 Pole 的相對位置 這樣才能知道說 它的站帶響應 它的 Steady-Statial 它的頻率響應 所以跟這個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這個是我們就上個學期所教 主要的幾個核心的部分 那如果你覺得聽起來好像是第一次聽到的話 那就表示 OCW 可能要稍微去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課先上到這裡 下次再見 你的手指 在衛生點 小線